1976年,台湾新北市的一家医院,舒奇出生了 年仅18岁的母亲却一脸嫌弃 我的女儿嘴巴怎么会那么大,以后可怎么办啊 看着眼前的丑孩子,作为母亲的她竟然生出了一丝厌恶 一边的父亲也有些不知所措 只能无奈接受这个不那么让人喜欢的女儿 舒奇的母亲可能也不会想到 就是这个让她嫌弃的大嘴女儿 长大后成为了惊艳了大半个娱乐圈的性感女神 舒奇原名叫林丽慧 父亲之所以给她取这个名字 是想着女儿既然没有了美貌就要多一些智慧 舒奇的父亲是个公司小职员,收入很微薄 母亲是个家庭主妇,偶尔打点零工 舒奇出生后,母亲又生了一个弟弟 本来就因为长相让父母有点嫌弃 弟弟出生后,舒奇在家里就更不受宠了 一家人的生活结局,父母经常怨神载道 小小年纪的舒奇,总要承受来自他们的怒火 因为自己的嘴巴很大 母亲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总会把舒奇当出气筒 朝着女儿破口大骂,你长得怎么会那么丑 父亲在工作中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也会拿女儿当出气筒 舒奇往往会遭到一顿皮肉之灾 因此舒奇非常害怕父亲的摩托车身 因为这代表着父亲快回家了 舒奇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查阴观色 看到父母脸色不对,就会一个人躲到角落里 舒奇的童年并不快乐 没有漂亮的衣服,也没有好玩的玩具 经常面对的就是父母的斥责和棍棒 过着像灰姑娘一般的生活 舒奇的父母不太知道如何教育孩子 思想非常传统 坚信棍棒底下出孝子 情绪激动的时候,只会用拳打脚踢来解决问题 即便多年过去,舒奇还经常想起 自己小时候被母亲拿着棍棒追打的场面 舒奇回想起自己的童年 曾在节目上说,我没有什么童年 小时候我要特别观察爸爸妈妈的反应 他如果今天心情不好 就得离他远一点 我成了一个特别敏感的人 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 舒奇的性格变得十分叛逆,不爱读书 习惯了逃雪,在青春期更是达到了顶点 14岁开始,舒奇多次离家出走 父母只要打骂他 舒奇就要毫不犹豫地离家出走 最长的一次离家出走 舒奇过了大半年才回到了家里 舒奇整天不正业和一些社会青年私混 无论是在家人或亲戚的眼中 舒奇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问题少女 就连邻居都很看不惯 和舒奇的母亲说 你也别太生气 就当没生过他吧 没了父母的约束 舒奇成了一个混社会的小太妹 和一些社会青年成熊到底 打架和酒飙车 缺钱的时候就倒一些酒吧精止 舒奇非常酷爱飙车 因为舒奇认为 速度能够让他葬时忘记家庭的冰冷 一次舒奇飙车的时候 一个不留神 把肩膀都给摔断了 出事之后 舒奇没有打电话给家人 而是打电话给了老板 因为舒奇觉得 打电话给父母 母亲只会一味地骂自己 只有老板才会帮助 事实也果然如此 老板赶到医院后 帮舒奇付清了医疗费 母亲知道后也赶到了医院 对着刚下手术台的舒奇 就是一顿训斥 舒奇带着重伤 和母亲大吵了一架 舒奇对母亲失望头顶 差点和家人闹翻 此后就更不想回家了 最后还是一个朋友告诉舒奇 说她的母亲 其实是刀子嘴豆腐心 在舒奇做手术的两个时间里 母亲躲在医院的走廊里 哭成了泪人 那时候舒奇才知道 母亲的心里一直有她 只不过很多时候不太会表达自己的爱意而已 舒奇第一次感受到了家庭关心的温暖 但还没来得及和母亲缓和温戏 就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心境中 1992年不足16岁的舒奇 连中学都没赌完就主动退学了 到餐厅做过服务生 到一些录像厅当过小妹 甚至还在地堂上买过衣服 都说女大十八遍 舒奇逐渐发育成熟后 颜值发生了惊人的逆转 被心态挖掘 到了一家模特公司工作 成为了一名平面模特 收入不菲 舒奇签约的第一家模特公司 主要专注于泳装和内衣领域 经纪人说 舒奇的身材不错 先让她拍写真集 在模特公司的威逼利诱下 舒奇拍了很多写真 成为了万千宅男的梦中女神 舒奇在台湾火了 却因此被一位大佬盯上了 1995年 50岁的演艺圈大佬 柯俊雄看到舒奇的写真后 以十万台币的价格 把舒奇挖到了自己的电影公司 柯俊雄可不是一般人 在当时的台湾演艺圈 可谓是只手遮天 有一年 柯俊雄带了一些人到酒吧里喝酒 遇到了古龙 柯俊雄手下的一些小弟 硬要逼古龙给他敬酒 古龙不愿意 双方发生了冲突 古龙适当力薄 手臂被刺伤后血流了一地 虽然最后被送到医院抢救 但因为失血过多 需要输血 当时情况紧急 使用了一个肝炎病人的血液 古龙虽然保住了命 却落下了肝病 连古龙都惹不起的人 可想而知 这样的人有多难缠 舒奇给自己取了一个医名 舒奇 懵懂的舒奇 不知道自己将要面临什么 还真的以为是对方欣赏自己 柯俊雄把他当成了摇签树 让舒奇参与了自己的电影 零 本来在这部戏里 男主角并不是他 当时 在影片的拍摄中期 作为影帝的柯俊雄 直接把男主角赶了下来 自己称资上阵 当起了男主角 舒奇虽然不情愿 但根本由不得自己 硬着头皮把戏给拍完了 电影上映后 舒奇也确实火了 大街小巷都是他的海报 舒奇的父母和弟弟 遭到了很多的羞辱 亲戚和邻居见了舒奇 躲得远远的 母亲找到舒奇 让他退出演艺圈 舒奇却说自己是自愿的 母女俩吵了一架 还说要断绝关系 母亲离开后 舒奇躲在被窝里哭 事实上他有合同在身 毁约的话将要支付 天价的合约金 所有的委屈 只能一个人承受 1996年 香港导演王金 看了舒奇拍的写真和电影 非常欣赏这个小姑娘 和经纪人 文俊一起来到台湾挖墙角 王金和文俊找到了舒奇 开出了优厚的条件 被公司压榨已久的舒奇 不甘心做柯俊雄 战板上的鱼肉 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 打算和王金签合同 逃出柯俊雄的手心 但是柯俊雄又怎么会愿意 直接狮子大开口 开出了500万港元 得天价解约费 摆明了就是不肯放舒奇走 正当王金 受署无测的时候 在闲聊的时候 王金突然发现 舒奇和柯俊雄签合同的时候 竟然没有满16周岁 柯俊雄在一定程度上 违反了台湾的法律 在这种情况下签署的合同 也就意味着无效 王金和经纪人 文俊大喜国王 以这件事为突破点 一分钱没花 直接把舒奇带回了香港 柯俊雄虽然恼火 但是无计可施 因为在那一年 柯俊雄涉足政坛 竞选立委的职位 不能出现任何丑闻 所以只能忍着 更关键的是 和王金一起来的文俊 这个人的背景也不简单 他不仅是个经纪人 还是香港知名的导演和编剧 背景丝毫不逊色于柯俊雄 也正因如此 柯俊雄没有再找过舒奇的麻烦 舒奇可能也不想得罪对方 多年后回忆这件事 说自己之所以来到香港 只是为了躲避男友 来到香港的时候 舒奇身上只有2000多台币 住在一间很小的出租屋里 因为语言不通 舒奇苦连越语 在王金的精心打造下 舒奇走起了性感路线 很快 舒奇和徐景江搭档出演了新京 电影上映后 张获了800多万的票房 舒奇火遍了香港 她的一些写真 不少宅男几乎人手一本 但是舒奇在香港爆红后 又被一些大佬盯上了 导演王金爆料 舒奇火了之后 有很多的富豪帮派大佬 派人找到自己 说要和舒奇吃顿饭 但是都被王金和文俊拒绝了 王金也没有怕得罪人 直接告诉了那些老板 我们不会做这种事情 不要找我们了 王金一手捧红了舒奇 却也闹出了不少匪文 面对一些流言蜚语 王金霸气回应 我不是那种人 如果我真的想要潜规则 天天都能潜 不久后 舒奇和徐景江 邱淑珍等人 出演了电影登区 票房又一次破了记录 但是电影拍摄的时候 舒奇并不好受 拍文戏的时候 舒奇经常会被别人的胡须扎痛 舒奇还透露 有一些喜欢抽烟的男艺人 和自己拍文戏的时候 一嘴的黄牙 既不刷牙也不漱口 直接就和自己搭戏 那种唾液的味道和阴味 交杂在一起 让自己很难受 只能强忍着恶心和对方配合 不敢有半句原因 毕竟和那些人相比 自己在里面只是一个小角色 自己在香港又没有什么背景 根本不敢去得罪别人 吉布戏下来 舒奇越来越火 但和家人的关系 却越来越紧张 母亲看到她的那些电影 羞愧得抬不起头来 躲在房间里垂泪 过节的时候 都没有脸面 到亲戚家里串门 舒奇听说后 心里也不是滋味 有时候实在撑不下去了 舒奇就会到店里买很多酒 回到家里后 把自己喝得烂醉如泥 然后躲到被子里哭一顿 睡醒之后继续到偏一场拍戏 但是很快舒奇就等到了转型的机会 有一年 儿童生拍摄的男女 邀请到了20岁的舒奇出演 拍戏的时候 张国荣经常指导舒奇 还告诉他 其实你不走性感路线的话 也可以演好戏 凭借这部戏 舒奇占获了金像奖 最佳女主角奖 最佳新人奖 心里暗下决心 要做一个有演技的女演员 必须尽快转型 舒奇在领奖台上动情地说道 我渴望成为像张曼玉那样的演员 而不是被大众称作为性感有物 在采访里 舒奇提到了自己的苦衷 表示自己刚来到香港的三年时间里 一口气拍了大约25部电影 三年时间里没有放过一天假 一直不停工作 也从来不敢放松 不想放弃任何一个机会 即便有的时候拍戏受伤 住进了医院 也不敢拒绝难得的好剧本 很多人也开始同情舒奇的遭遇 明白这个姑娘的身不由己 舒奇开始转型 和吴彦祖冯德伦合作 出演了电影 《美少年之恋》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